泽连斯基最后一步棋逼北约二选一 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乌克兰或许会因此遭受到核打击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泽连斯基下出最后一步棋 逼着北约二选一吗 却在把乌克兰带上绝路 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跑到西方周游列国 其目的是为了鼓吹所谓的胜利计划 但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 北约秘书长更是明确告诉这位乌总统 北约并不想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甚至已经有不少北约国家开始减少 甚至停止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众所周知 俄乌冲突之所以会持续这么久 乌军战斗意志顽强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几乎清空了武器库来援助乌方 一旦得不到西方的支持 那么可想而知 以乌军现代低迷的士气 很可能会面临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就在这种关键时刻 泽连斯基下出了最后一步棋 他直接向北约放话 要么让乌克兰恢复核武器制造能力 要么就让其尽快加入北约 虽然泽连斯基更寄希望于选择后者 但无论怎么说 这就是在逼着北约二选一 虽然有不少军事专家质疑 乌克兰当下是否能够恢复核武器制造 毕竟这个国家放弃核武器 已经差不多快30年了 国内还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都不好说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虽然不能保证乌克兰百分之百 立刻就能恢复核武器制造 但至少可以制造出 能对地区造成放射性污软的脏弹 这在当前局势下 其实差不多也能起到核弹的作用 毕竟俄军已经杀入了乌克兰境内 只要乌坊敢无视一切代价 就能够让俄军遭受极为可怕的灾难 如果乌克兰真的这样做了 就一定能够挽回当前在战场上极度不利的局面吗 这还真不好说 毕竟乌克兰的工业能力基本已经被全部摧毁 电力系统更是出现了大面积瘫痪 国家的经济来源也已经入不敷出 换言之 只要西方不给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原材料 那么泽连斯基就是想制造脏弹或是核武器 恐怕都没有那么备用原料 就算勒紧裤腰带勉强制造出几颗 也根本改变不了冲突的最终走向 顶多就是让俄军付出更多的伤亡而已 这很有可能会彻底激怒对手 要知道啊 俄罗斯内部一直都在探讨 是否要在这场冲突当中使用核武器 一旦发现乌军率先使用 那么以俄罗斯人不服就干的个性 必然会毫不犹豫的进行对等报复 俄罗斯核武器的库存量在全球数一数二 到时候恐怕乌克兰大多数地区都要变成无人区了 所以无论怎么看 泽连斯基这样做就是在把乌克兰带上绝路 其实另一个选择的最后结局也差不多 因为俄罗斯早就对北约放出过狠话 只要发现乌克兰加入该组织 就会跟北约进行正面交锋 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 来跟所有北约国家同归于尽 这可是俄罗斯总统亲自画下的红线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俄方会说到做到 换言之 乌克兰最终还是躲不开核武器打击 无非就是拉了北约国家陪葬而已 北约这个霸权组织只是坏 但并不少 那么可想而知 最后也就只能让乌克兰自生自灭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